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31号,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周围从一出生就被活摘贩卖的张扬和习悦 在这里郑重的向全世界、全人类、中华民族郑重的宣告 我们将离开这个国家,带上我们被种族灭绝 残存的亲人尽可能的尽快的离开这个国家,前往加拿大 无论是移民也好,政治避难也好 我们都将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这是其一 第二,从08年奥运会开始 中国、美国、以色列、三国为了杀人灭口 掩盖罪行、霸占财产 而构造的这出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闹剧 应该到此收场了 请内塔尼亚胡、川普、习近平辞去相应的领导职务 第三点 毛泽东主席还在天安门广场横石街头 依据中央情报局技术专家邓肯的指认 毛泽东主席指定了针对张扬徐岳家族进行反人类迫害的反人类犯罪分子的人员名单 现在我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依据国家的宪法、刑法、以及古代法、以及血缘关系 将以上国家指定罪犯 灭三族 不管男女老幼 承卡车的拉出去 公开枪决 然后统一埋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为他们修建一座永久性的玻璃金字塔 以资永久的纪念 对这些凶手 坚决执行 灭三族的死刑 罚冒一切财产 并且在全世界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作为现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应该公开这批国家指定罪犯的名单 及其尸体的照片 从心地赢回中国人的尊严 中华民族的尊严 全人类的尊严 我们作为被贩卖 谋杀 种族灭绝的对象 我们将离开中国 前往加拿大 我们和你共产党 有着根本性的不共戴天的 关系 我们是家国天下 你们是国家天下 我们不能共荣共存 我们将作为受难者 受害人 离开中国 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 立即把我们的财产返还给我们 否则我们将拥有 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权利 镇压中国共产党 一切坏人类分子 你们灭绝人性 我们就惨无人大 你们对我们实行种族灭绝 我们同样可以对中国共产党 所有核心成员 实行种族灭绝 这是最后的警告 请你们有自知之明 我们已经是在最后的等待 请川普 习近平 内塔尼亚胡 立即辞去 相应的国家领导人职务 以正式定 好 再见 再见 好